季牙锦赛开箱台北大巨蛋后 明年适逢日本职棒独卖巨人军成立90周年 因此明年3月2号到3号将在台北大巨蛋 与中职中心兄弟极乐天桃园进行交流赛 无非是明年初的重头戏 而此次赛事独卖巨人军也派出去年 日本职棒新人王24岁的投手翁田大士参战 中华职棒球员也不甘示弱 扬言要拿下胜利 以往都是只能在国际赛才有办法 跟水准这么高 技术能力这么好的选手去做比赛 因为大师是非常年轻的选手 希望我们如果有跳亮道的时候 我是可以胜过他 3月2次赛都自分が勝手 准备了准备了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我们也会想尽办法去把自己的状态准备好 虽然没有办法到日本打球 但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当日本选手对待 因为我们会拿出最好的表现跟他们对决 两国好手切磋 门票在12号中午开卖 两场赛是首伯格开放26000席的门票 在两个小时内就卖出8成5的好成绩 也创下台湾棒球史上单场最多观众人数 由于学生的大师高温特别师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jo Mehmet 转发 打赏 jo 夏晨 Alright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jo 过 过 没准备 上台湾战 i 转发 打赏 jo 给 打赏 jo 아니고 转发 打赏 jo consegu 呀